嗨 大家好 我是威爷 我们现在是进行一场很盛大的国际记者会 因为我们台湾呢 一位很大牌的网红 刚从菲律宾留学回国 那针对他回国留学这段期间 我们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请问他 所以现场我们来的三家媒体 来自己报上名号第一位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地产秘密客 我是Tim 我是Sam 我是中场休息布吉堂的莱恩 好 这场记者会时间宝贵 我们来开始发问吧 好 第一个问题 那就不好意思有我先来了 米姐 请问 为什么你会选择去菲律宾留学呢 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那个作者他就是去菲律宾留学 而且后来他还去日本 然后之后到美国去职业当律师 然后他那时候会选择菲律宾 好像就是因为菲律宾的留学 学英文是比较便宜的 那当时候我是个上班族 然后其实我从以前就 大学就很羡慕人家家里有钱 可以去送小孩游学或留学 但我家不允许嘛 所以我看到那本书的作者 这样写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原来是可以有便宜的游学 可以改善英文 然后我就默默地决定 那我将来有一天要去菲律宾 那确实我后来的收入比较好了 可是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说富和尚有富和尚的办法 穷和尚有穷和尚的方法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相信就是没有钱 你还是可以抵达你想要去的梦想 那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即便我现在的收入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可以便宜去做到 而且我从以前受到那本书的影响 我就想要去菲律宾 那我就觉得 那我还是想要去菲律宾看看 还有 因为我觉得去欧美会花比较多钱 那我不确定 我去了之后会不会有帮助或改善 可是如果花了一堆钱又没有用 那我会不想 那如果假设花一点点钱 五万多块可以圆梦 那万一假设我就是没有上金星 没有学到什么 那没有关系啊 就当作去东南亚一趟旅游就好 所以这是五万多块是全包 就是包含机票住宿 然后还有吃 学费 没有没有 机票来回一万四 然后五万多是包含学渣费 供应三餐住宿 就是这样子 还有人帮你洗衣服 啊 真的哦 就是你的洗衣服还有房间 都是有人帮你清扫的 那这段期间你去了多久 我去了其实应该是要一个月啊 可是因为我的装潢出了点状况 然后外加我在菲律宾被导游丢包 然后导游又在那边威胁我 所以我后来就 飞兵惹事了 对我在飞兵惹了一点点小事情 然后但我也呛呛回去 然后所以我大概就提早了三天回来 就是接近一个月啊 等一下你是用英文呛下吗 对啊因为有Google翻译啊 因为他呛下我 他跟我说你把我丢包你们的事情 PO在粉丝团 你知不知道我因此收入减少 然后我有小孩要养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说他要去报警 我刚才有说如果你敢伤害我 我已经通知了台湾的媒体跟政府 你将会得到严厉的惩罚 天啊刚刚上述都是用英文吗 对因为Google翻译我就丢给他 反正看了是他 那你现在可以来一段吗 If you help me I will get the policy to you And I have been told to my friend He is a reporter And told to my government You have been policy Yeah 我跟大家说 我好感动 因为我们跟大雨出国好几次了 然后之前出去的时候 他只会用英文单字沟通 这次回来 I'm fine good 我们来越南 Thank you 对来越南我好感动哦 有好几次 他都可以用很长串的英文句子 去跟人家沟通 像我们就一直在测试吧 昨天我房间的吹风机坏了 我就请大米用英文 帮我跟柜台沟通 帮我拿一个新的 然后今天也是好几次 我们今天还做了什么测试啊 我们要去借那个会议室 然后他也是用英文跟会议室 所以有进步耶 我真的觉得有进步耶 但大米你应该蛮常翘课的吧 我一直在翘课啊 因为我去的第一天 我就觉得天啊好累哦 你知道第一天的时候是七堂课 四堂一对一 两堂团体课 一堂写作课 你知道我上完之后啊 我第一天上完之后啊 往生执托 我就 对我就回到我房间 就是回到宿舍 我就躺在床上 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 我现在英文不好会怎样吗 我现在根本不需要英文啊 我必要把我自己人生搞得这么累吗 我今天真的超累 而且你知道我整个脑子都炸开了 从几点到几点 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五点 我没办法 然后中间大概有一到两小时是空膛 但是你完全都是全英文的时候 你突然你脑袋都炸开 因为你大脑里面的英文的区块没有那么建立 所以你的脑整个是在重新 duset的时候 你知道我到晚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真的头超晕 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跟我自己讲 我何必呢 我不会英文又怎样呢 然后后来我的室友 我室友已经来了一个多月了 所以他算是比较资深 他25岁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头好晕什么之类的 他就跟我说 一开始都会这样啊 而且后面就好了 没有就不会怎么样 室友是台湾人吗 他是台湾人他才25岁 然后就是我后来就是以一种 一天白就一天七堂 那我就发现 一对一的课对我而言比较有帮助 然后我就后来就直接缩减到 我只留下四堂一对一的课 那其他三堂都敲掉 然后就变得很轻松咯 对 我有个问题哦 因为现在像我这个年纪哦 就年纪很大 去游学的时候 你都会遇到那种同学 比方都只有二三十岁 那会有一种心理障碍 那你这次去的同学的组成的分子 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 什么样的国家呢 其实你会熟的都是同梯去报道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第一天 你们会一起上课 然后之后再根据你们的能力分开嘛 所以你们那一起 上课的那一天之后 会建立一些关系 然后有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其实三十几岁是最多 因为其实很多人是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自己存了一点钱 或者是在工作上有点挫折 所以他决定来这边重新学一点技能 然后再重新去找工作 可是其实年纪不太会妨碍你交朋友 是因为来这边的人 每个人他都想交朋友 那你只要愿意去跟别人打招呼 那大家其实都会理你 然后反正大家就彼此 把彼此当作练习英文的工具 所以每个人都很愿意跟对方说话 然后组成分子 因为我们那一间学校是日本人开的 哪一个国家的人开的语言学校 那个国家的人会最多 所以我们是以日本人最多 所以如果你想要练习日文 基本上跟英文 基本上你可以挑是以日本人最多的 那一种语言学校 那第二多的是台湾人 再来就是阿拉伯人 然后反而韩国人最少 可是在我同学 他是在韩国人开的学校 所以韩国人最多 然后菲律宾他分为两种学风 一种是斯巴达士 一种是自由派 那斯巴达就是每天一大早还有考试 那你如果考不好 你晚上就不能出去 对你就不能出去外面放风 这样子 然后以及你翘课要请假 那像我们的话是翘课不用请假 就是你自然不去就好了 然后以及 我们是很自由嘛 所以我一开始之所以选择学校 就是因为他每天都会有校车 接你到百货公司逛街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啊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 哈那你选这个学校 我就说你知道这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吗 因为等于你在选学校的时候 你就已经立志要输在起跑点 从小大家都告诉我们 要赢在起跑点 可是当你决定要输在起跑点的时候 我真的其实我觉得我很棒 因为我就是顺服我自己 想要去逛百货公司啊 我有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看你脸书分享 就是学餐都很可怕 然后宿舍又很破烂 那对我们这种 已经由舍入俭很难的男子 我可以去学 但是我可以吃跟住 弄得比较好一点吗 可以升级吧 不用升级啊 像以我们学校的校风是这么自由的 你就直接在旁边的那个旅馆订啊 而且我有同学 就直接去旁边旅馆订啊 好像一个月没有多少钱啊 还比学校的单人房便宜 我记得外面的旅馆啊 单人房住一个月好像一万多块 学校的单人房一个月住下来要三万多块 如果我不要旅馆呢 我要饭店 对啊就饭店啊 就是饭店 有心急的饭店 有有有 而且因为我们是市区 我们离那个夜店啊 还有饭店都很近 所以二十几岁的那个同学 到底是什么学校 我们就是很市区啊 然后就是二十几岁的同学晚上都去夜店 那像我们这种三四十的 就是晚上都去按摩 你懂吗 他们 你知道他们是去交配 我们是在养生 你知道吗 这是最大的差异 对 我其实今天还有问迷这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群组嘛 然后你有拍学餐给我们看 都黑乎乎的一坨一坨 但是他回来还变胖了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不是人的适应性很强 你刚开始会觉得很难吃 吃久了你会觉得好像也可以吃 你懂吗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 你去了之后就会有同学 然后我们自己就有一个群组 叫做吃吃喝喝团 然后我们吃吃喝喝团呢 就是在每天大概下午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晚上要去哪边 吃跟喝跟玩 然后所以呢 我们大概有长达两个礼拜 我根本就不知道 学餐的晚餐长什么样 因为大家都出去外面吃啊 那我们学校的同学 晚上其实大部分很少人会在学餐吃 因为大家都跑出去外面吃 六日也很少人在那边 因为大家都跑去跳岛 要嘛就在浮潜要嘛就是在长滩岛 所以就是你学餐你不满意没关系 外面多的是餐好吗 我觉得这是学校的策略 他们故意把餐做得很难吃 让你出去刺激 而且我觉得学校很聪明耶 你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晚上都很少人吃 然后以及六日很少人吃 所以晚餐跟六日的餐是难吃的 但是到午餐 因为午餐大家都在 所以午餐是好吃的 那你觉得这一趟就是菲律宾的游学型 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有好多哦 第一个就是你像四几岁去的时候 你心里想说你在交朋友的时候 你会想说他们都那么年轻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观察到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年轻人他们反而是很主动的在搭讪别人 所以我突然会发现说 哦不是你交不到朋友 是你忘了你曾经以前也是这么年轻的时候 你也是都在积极搭讪别人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在跟他们学到就是 哦你要交朋友 就是自己去跟人家坐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问人家是从哪个国家来啊 要来多久啊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国家工作的人 比如说在缅甸啊在日本 那我就觉得可以交流一下说 哦为什么你们当初要去那边工作 还有就是我觉得来那边的人都个性都比较独立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蛮好的 哦还有一点就是我第一天的感触就很深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来的时间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像我是去一个月 那也有人是来两个礼拜的 也有人是来三个月的 那我们就是都会问 然后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人生哦 就是即便你是同一年出生投胎的人 其实你死亡的日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就很像人生 那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彼此都是一个短暂的交会 我们很多的时候即便发现对方的观念或什么 跟我们不一样 那因为我们的交会太短暂了 所以没有人会去否定你什么 或者是评论你什么 因为连花这个心思都不重要 那你会得到很多的尊重 那我就会觉得 那如果以后我们这样对别人 就是回到就是自己国家生活的时候 你对别人的生活也都保持一种 那个是他很短暂人生要做的事情 也不干我事 我人生也很短暂 我就做我想做事 那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就是我觉得是认识了很多不同个性 但是个性都很独立的人 那种感觉是蛮棒 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蛮关心 就是这段期间到底有没有厌遇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 你确定没有打开交友软体吗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因为 其实你跟同学们之间在玩耍 就已经是蛮开心的 但是 有 你可以感觉到有 比如说三十几岁的同学们 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些火花 但是 还不错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是来游学嘛 所以不会像小朋友一样 你就觉得 哎哟 那个谁好像喜欢谁 你有没有看到他摸他 或者什么 不会 就是大家都有看到 但是大家都一起装没看到 然后就是继续过正常的日子 这样子 果然是成年人 我觉得听起来 我听你这次的经验 跟你这次很敢讲 因为我觉得 你自己benefit到你自己很多 但是我听说 也benefit很多到 游学代办中心 对吧 哦对啊 因为 我 我跟你讲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因为 如果以前去英国 或是欧洲 或是说去美国 都会很乐于在脸书上面分享 好像就是他去那边游学 或者游学很高级 那可是就很少人去 会分享说自己去菲律宾游学 是蛮冷门的 其实一点都不冷门 很热门 但是大家就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 就不想放在台面上讲 就会觉得自己 甘心说这样 有什么更小 你看看 他都去欧洲啊 美国加拿大 而且人家会想说 你怎么会去菲律宾 对 你要学菲律宾枪什么之类 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能够有本事 短短一个月 或是两个月 就立刻学会一个枪调 那你简直是语言天才啊 不是吗 你原本的枪调很难 在一个月 两个月之内 完全被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再来就是老师挑过 其实像我七个老师当中 只有一个他有腔调 可是他们教学 真的很认真 那我是因为 PO出来之后 激励了很多人 才发现说 原来五万多块 就可以圆一个游学梦 那所以他们突然就觉得 自己四五十 甚至六十几岁的人 他们都会觉得 自己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 可以让他们有勇气出发 真的好几个人出发 有了还带小孩 然后也因为我PO出来 我就发现 以前媒体圈当中 我认识的记者也在下面留言说 他以前也去过菲律宾游学 然后他觉得很棒 什么之类的 就很多人突然都会在下面留言说 他曾经的收获 然后我觉得 就是不仅是我自己受贿 然后对啊代办 听说现在已经不收了 对我的代办 我的代办已经忙不过来了 因为太多人敲他 那我很推荐我的代办 是因为他是那种 从帮你选学校 一直到你落地到菲律宾 他都会随时关心你 所以我觉得他很好 然后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很棒 他以前就是英文很烂 然后多艺只有两百多分 然后他很想当空姐 然后又没有钱去游学 所以后来他发现 菲律宾三十万可以半年 然后他就去了半年 后来他多艺就七百 然后就考上了复兴的空姐 然后后来就当空姐 后来就是复兴收了 他的老板就问他说 那也不要来当代办 然后他就来做这一行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你去想以他的人生来讲 这一趟菲律宾的游学 等于帮助了他两份工作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就听大米的事 我其实有一个感觉 因为像我们都是出国 旅行短暂的停留 就是每天吃吃喝 漫无目的是放松嘛 可是你就很想在一个 不是属于你的地方去long stay 可是long stay久了 你会很无聊 所以在long stay过程中 如果你能找一件事情去做 又没有压力的话 其实体验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 跟另外一个人生 所以看到你只是这样 我就觉得 好像会给很多人一个启发 而且尤其是 像我们这个年纪三十四十 你哪个年纪那么小 甚至我们已经快四十了哥 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办法 跨出那一步的 尤其是像我现在 我以前其实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要游学 但是因为家里环境没有这么好 但是因为现在工作了 现在又结婚了 其实你要踏出那一步 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大米是很勇敢的 我很推荐是在于说 其实大部分的旅行都走马看花 那你长达一个月住在那边 然后你又是属于有同学 然后大家每天在那边跟娃娃叫 我真的觉得超回春的 就是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在那边讲垃圾话 然后都不重要 我就觉得很好笑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能不用去打凤凰 然后把这些钱拿去 凤凰也是要打 但是精神上面 可以是靠游学当中 我觉得真的很欢乐 可是我觉得我蛮佩服大米的 因为你的同学可能年龄层 他们就是二十几岁 二十几或三十几 但是你要融入到 他们那一个同温层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不会啊 我们就是一起 所以我很佩服你啊 不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在瞎聊啊 而且我觉得 二三十岁的笑的梗也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很青春 他们有在看Facebook吗 有耶 有人发现你是网红吗 有就是在我后来打卡之后 就是确定我在那边念书之后 然后就有人来问啊 就有人来问 那我觉得就是成人 然后以及去那边的人 大部分都性格很独立啦 然后而且每天大家会分享说 你今天的老师怎么样啊 那有时候像同学就会分享说 有一堂他们团体课 老师要他们等于下个礼拜 做演讲比赛 然后他就那一堂 他后来下课后就过来就说 老师干嘛讲什么演讲比赛 本来这一堂团体课有五个同学 他上礼拜说这一次是演讲比赛 只剩我一个人去上课 然后他们那一堂课是要做简报 他就拿到他的笔电 然后在只有他跟老师 然后在那边讲 好尴尬 在演讲比赛 他就跟我说 我超级像业务员在推销电脑 然后就觉得超好笑的啊 我就觉得 就是每个人在那边讲 他们老师怎么样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爱啦 对 就最后我想要问Ryan 因为Ryan相对我们几个个性 是更保守更不充的 我跟你讲Ryan之前年轻的时候 有出国游选的梦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要不是家的原因 他现在早是 早就是国际公司里面的那个高管 谁要跟我创业啊 就他现在只是QOO 对 可是我跟你讲 你给自己话太多框框 你听到大米这样讲 我觉得你心里有很多感触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他讲那个 刚才我也讲了 收听率靠这一段 我也刚才讲没错啊 就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从小给我设定的目标是 去国外念硕士 我不是游学是留学 但是因为到了那个年纪的时间点 因为家里有出一些状况 所以我不得不就是把这个梦想暂时搁置在一边 但是没想到一搁置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了耶 对那我真的很佩服大米他可以有这种跳脱舒适圈的这种勇气 尤其是老实讲以他那时候 我理解他那时候出狱前的英文程度 跟就是我们的程度 就是我觉得真的非常勇敢 而且他重点是我觉得他回来之后 我觉得像这两天跟他相处 我们在国外 他是那种 我觉得台湾人最最最那个的一点就是 不敢讲 那其实我觉得就算大米他今天就是文法不是完全对 单绩也不多 对发音也不是说 已经变成那种 native speaker 的声音 但我觉得他就是很干净我觉得这比我还厉害 就是就算我今天我的发音比较好 我的文法比较好 但是我相对于他我每次讲一个句子我都会怕 我的文法是不完美 我的重点是要听 你得到了什么 想要改变什么 得到什么 就是 我觉得啦 我只是很佩服他的勇气 但是如果到我这个年纪 我还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 你有啊 你现在可以走 你去念书啊 你放不下公司 真的啊 我觉得你的框框太多了啦 因为我觉得Ryan其实你很负责任 但是有时候负责任的那种心态是会让你更累 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可是我觉得家人的牵绊是最重要的 对啦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这个梦想 我是觉得当有一些事情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啊 你就义无反顾的去啊 台湾有我撑着 公司有我撑着 好大家坐正哦 好啦那最后来ending一下好了 大名接下来还有其他留学计划吗 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样子 就是长达一个月住在一个城市 以及跟一些同学就是交流的感觉很好 我突然发现说我最在乎的是 在一个地方 熟悉那个地方的风土民情 然后外加关系 跟那里的人建立关系 不认识华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 对我而言是最重要 所以我再来应该会考虑先去英国 然后再来去其他国家的长时间 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游学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现在的我自己哦 因为你就是任何事情你都敢做啊 然后做完之后 你就发现你自己不会死耶 那你就更敢去做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很好 我可以预料明年大米跟我们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瞎瞎叫 不管有没有瞎瞎叫 我都会敢讲 是因为即便别人如果嘲笑我 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你嘲笑的是那时候的我 但是未来的我会变好 所以你听到我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很弱 那没有关系 但是我会进步啊 所以我觉得没差 好励志 好加班了 这集可以送到那个广播金钟奖去 他也是非常励志 然后也给很多人 不敢跨出那一步的人一些勇气 大家加油一起进步 好 下一集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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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